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自己的临摹 临摹里面呢 笔画基本上是符合老师要求的 在写的时候 老师说既要注意笔画的形状 还要注意笔画在格中的位置 位置不同 你的字会显得拘谨或者是松散 这个字写的略微有些松散 略微有些松散了 好 我们再看 这是双勾的例子 可以 单勾写的也不错 到我们自己临摹的时候 我们来看 笔画不错 笔画的形态掌握了 但是呢 由于站格的位置没有把握准 所以是不是比我们刚才的字要小了一号啊 再看 夹字 我们的双勾 双勾填墨是比较准确的 然后到单勾的时候 大家看 单勾可以帮助我们掌握笔画的结构位置 但是却不能告诉我们笔画的方圆和粗细 所以在写的时候呢 大家要凭着观察和回忆 观察 犯字 或者是回忆刚才双勾时候 笔画的粗细和方圆 那么看 这里面的数 写的略微有一些细了 轻了 我们再看这位同学的练习 写的不错 双勾 单勾 笔画都掌握了老师讲过的书写要领 笔画做得很好 皮尔 尤其是皮尔 今天我们讲的是皮尔 但是呢 在我们写肩架结构的时候 出现麻烦了 这个字是不是有支离破碎的感觉呢 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 要借助米兹格对字的结构进行观察 这样才能把结构写准 现在我们这个字就显得支离破碎 容易松散 再看我们的例子 写得不错 很好 软笔书法呢 以画圈为表示好的意思 来 我们看 临摩写得也不错 也是非常好的 再看我们的夹字 夹字笔画多了 所以我们写的时候呢 容易出现问题了 双钩可以 单钩也行 到了临摩 我们再看 老师讲过 这些横的距离应该基本相等 现在我们同学写的呢 这个距离有问题 有出入了 而且老师还告诉大家 重复多的笔画 我们可以倾写 重复少的笔画 我们可以重写 所以看这个书的粗细 总体来看 我们同学写得还是非常认真 效果还是不错的 那么刚才呢 我们对OT的皮儿进行了学习 也进行了练习 下面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书法知识是 请大家看幻灯片 今天要和同学们了解的书法知识是象形字 那么什么是象形字呢 我们的祖先最先是通过描绘实物的图像来记事和交流的 从这里上看 我们的祖先是非常伟大 非常聪明的 后来呢 为了提高效率 就不断地将图简化成为我们的字 也就是说 抓住实物的特征 用简单的线条把它刻画下来 形成类似图画的符号 这就是最早的文字 象形字 从图画到象形文字的演变 体现了先民的智慧和创造力 所以说 我们的祖先是非常伟大 非常聪明 非常了不起的 下面有几个象形字 你能找到它们相应的字吗 用线连一连 下面请大家注意观察 谁能告诉我 第一个象形字是我们今天的哪一个字 谁知道 请取首回答 荣卫来 你说说 我认为是鱼字 因为它 这个象形文字特别像一条鱼 特别像一条鱼 那么答案正确吗 我们来看 揭晓正确答案了 恭喜你 答对了 这个象形文字就是我们今天的鱼 好 下面我们再看第二个象形文字 谁来告诉我 这个字又是什么呢 举手的同学真多 行中硕你来说说 是羊 是羊 那么答案是否正确呢 我们一起来看 你又答对了 恭喜你 羊就是我们今天的羊字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下一个象形字 看看它是哪一个字 是我们今天的哪一个字啊 周志宇 你来说 是马字 是马字 是吗 第三个象形字 是马字 为什么呀 再想一想 好 这个答案由老师来公布 是鸟字 你看 它这上面有很多很多的什么呀 羽毛 是不是 哎 这鸟身上有很多羽毛 所以是我们今天的鸟字 那么下一个字呢 是马字 看到了吗 马身上的棕毛 没有鸟身上的羽毛多 而且鸟儿这有爪 马呢 有腿有蹄 是不是 好 我们再看下一组 谁能告诉我 这个字是什么字 容卫来 你来说吧 我觉得它特别像是现在的羽字 现在的羽字 哪个羽字 主词 羽毛的羽 羽毛的羽 非常好 真的是羽字 那么 听众说 你来告诉我 下面的这个字是什么呀 是下雨的羽字 嗯 直接就说出来这个字了 是下雨的羽 看我们连线 下雨的羽 下一个字呢 你的同桌来告诉我 我心眼 这个字是什么 这个字 是什么 木 是木头的木 你看 和我们今天的木 非常非常相似 最后呢 一起告诉我 是心 对 你看它的形状 就像是我们的一颗心脏 好 同学们 本讲呢 我们对 欧提凯书的 皮儿画进行了学习 通过学习 我们了解和掌握了 皮儿的不同的形态 掌握了它们不同的写法 皮儿分为 斜皮儿 短皮儿 回风皮儿和弯曲的皮儿 那么在写的时候呢 希望大家回去之后 多动脑筋 用眼睛仔细观察 勤于动手练习 希望你们能写好 我们学过的皮儿画 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儿 同学们 再见